當中錯了 我是建議乾脆 你就直接重新錄製把它蓋過去就好了 因為有時候你要找問題 恐怕有時候比重新錄製還要更花時間 當然另外你也可以怎麼樣 可以利用編輯 編輯裡面也可以看到你錄製的結果 在模組裡面我們錄製了兩個sub 另外我有在雲端上面 也有放一些可以參考的 就是在雲端白板上面 有一個這個數學函數 黑名單篩選這邊 那你打開來 其實也有這個我之前做過的步驟 不過有一個地方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那個名稱部分我有定義 也就是說剛剛我們A 這個黑名單裡面的A2 到這個A2一直到最下面 我是預先怎麼樣 先給它取個名稱叫黑名單 用名稱的方式來帶 有的時候反而更簡單 就是這個A2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把它名稱叫做黑名單 Enter一下 以後這個就叫黑名單 你就不需要說再去選取了 那好處就是怎麼樣 就是之後的話呢 我們剛剛的這個公式 本來是要選一個範圍在感受就像這個時候不用你就直接按F3 直接黑名單 按確定 讓公式更簡單一些些 其他大概沒什麼差別了 所以這個步驟呢 我有把它在上面加註解 所以如果說你假設有做錯的話 而且你可以參考這個步驟啦 我這邊總共只有7個步驟 123一直到7 那你每個步驟如果都沒有做錯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做出正確的結果就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那ok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先講到這裡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